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实现简易任务管理系统系列课程 这节课我们来到这一系列课程的第21讲 这一节课和上一节课比较类似 也是说这个项目发布的 那我们现在这个当前的这样一个情况下 这样一个环境下的话 在Linux下运行项目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 那我们呢也必须要掌握在这个Linux下发布一些系统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在Linux下发布系统需要做哪些事情呢 好,第一个呢是前期准备 前期准备是什么呢 第一个主要是一个Linux系统 第二个呢是一个远程工具 第三个呢是一个文件的这样一个传输的工具 看一下就是图形化的这个SFTP 就是文件传输的这样一个客户端 好,具体这几个工具的话 我们就不细说 那CityOS我们也不细说 这呢我们主要是演示如何来使用这些工具 这呢我已经把这几个工具给 安装包给处理好了 当然这直接一直下一步就 下一步完就好了 好,这些都不需要 安装好就好了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Puty Puty的话我们也是直接解压就好了 好,Puty打开 好,这里呢我们就要需要去有一台这个CityOS的一个操作系统 这呢我已经有了 所以说我这边就直接连过去就好了 好,open 使用那个账户登录 然后输入密码 OK,登进去了 好,登进去之后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呢 好,暂时我们就接着看这边 好,这个呢是三个工具 当然我们把这个工具也给演示一下 同样的规则 我们也连到我们的这边去 用户名 密码 好,登录就好了 好,连接 好,这边已经连过去了 好,这边就暂时不用管它了 我们接着来看 那这个时候我们既然连到CityOS去了之后 我们就需要准备后端发布 后端发布我们需要做什么工作呢 第一步 安装load 那如果在那 如果在这边 我们应该怎么来安装这个load程序呢 那很明显 我们就需要先去下载我们的load程序这个包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里可以看得到 如果是64位Linux的话 我们就下载这样一个包 看一下,直接下载下来就好了 那下载下来 我们应该怎么来传到我们这个Linux服务器下去呢 好,就需要通过这个工具了 这个工具是我们的这个home 这里也就是我们的根目录 那在这里我们就先建一个文件夹 Install Package 好,这里面呢就是安装包 安装包里面我们就需要等待 这个文件复制好 解压好过去 看一下有没有下载完 好,差不多要完了 等它下载好之后 我们就把它找到 找到这我们就需要怎么办呢 拖动到我们的这个Linux服务器上去 好 那这边的话就已经完成了 拖上去之后 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呢 解压 好,怎么来做解压 首先我们要找到我们的文件 看一下已经找得到了 我们就 找到它进去 看一下我们这个文件已经在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来执行我们的解压命令 TR- 好,这里呢我们是这个TR.gz 所以呢是xzvf 然后呢找到我们的这个文件 好,解压 那这个时候再来看 注意了 我们前面就多了一个文件夹 也就是我们这个load的这样一个 物件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load 看吧 现在的话这就是我们的load的这个一个路径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执行load的这个命令 那很明显是执行不了的 那如果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执行呢 进入我们的并目录 然后呢 这样 好,是可以执行的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想这样执行 那么肯定找不到 找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就需要做第二个操作 看一下 配置环境变量 多的 好,这样就是配置环境变量 怎么来配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使用我们的vi这样一个工具 这个vi要打开的路径是怎么 哪个地方呢 我们的home home下我们的账户 账户下面的这个bushrc 这样一个文件 好 在这个文件里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编辑这样一个情形 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按一个o这样一个键 然后就可以进行这样一个编辑 好 这里呢 我们就来写我们的一个代码了 所以说我们要设置我们的load home 这个load home是什么地方呢 也就是我们的hom 也就是我们的home 然后呢 是我们的instell packages 这个目录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得到 我们这刷一下就看得到了 好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load home 这个路径 然后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要找到它 node v4.2.4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home 这个 这一条 接下来第二条 我们要导出我们的什么 pass pass 又是在哪个地方呢 很明显 这个pass的话 就可以使用我们load的 这样一个pass load home这样一个路径 然后下面的bin目录 接下来 再来导出什么 load pass 然后呢 是等于什么呢 同样是我们的pass 不过这个时候 就可以用load home 下面的live load models 好 设置好 这些之后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按esc 注意按了esc之后 我们就可以下命令了 w call 保存 按的退出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进去看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已经 我们直接退出就好了 那这样子之后 我们这样 调到game路去 然后执行load 好 这里还是显示 未找到命令 什么原因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检查一下 我们的这边的pass 好 看一下 推边的话 其实有一个细节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贴入到我们编辑模式下 这里 在我们这个linux下 如果有空格的话 我们就需要用 这样一个反斜杠 把它 圈起来 然后再用空格 否则的话是 无法识别的 那这样子 我们再来这些load 还是没有 我们再来检查一下 经过我们检查 这边其实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那这个时候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这里也有一个细节 当我们更改了这样一个bus rc之后 我们就需要什么呢 退出去一次 然后呢 重新来登录 那这个时候它才会有效 否则的话是没有效果的 所以这个地方也就需要注意 我们退出一次之后 我们得重新登录 那么才会进行一个 才会认为是有效的 才会去读起我们的配置文件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测一下load OK已经没问题了 那既然load都安装好了 那很明显了 我们的这一个app肯定也就比较好处理了 这里的话 当然这个目录的话 我这里不是用的 不是用的标准的这样一个目录 我这里就直接用的 在我的根目录 根目录录下去写的一些内容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也就可以在这里 创建一个文目录叫什么呢 publish 很明显 我们这个publish 它需要一些文件 也就是我们这边的 这样一个publish 这里面的一些文件 所以我们只需要 怎么做呢 拷贝 app这一段 直接拷过来就好了 然后saver这一段 也直接拷过来就好了 这里的话 好拷贝 这拷贝还是挺快的 拷贝好之后 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呢 又再次进入我们的命令行 找到我们的什么呢 找到我们的根目录下的 publish下的saver 看一下 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些文件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node index 好启动了 启动之后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访问了 我们怎么来访问呢 那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这边只能看一个窗口 所以我们只能退出 然后再来访问 localhost7410 看一下 这样的话很明显是访问不到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来做呢 其实我们要 这样子加一个地址符号 注意了 这个地方的话 它就会给我们提示 我们这个进程号是2922 好 这个进程号是2922之后 我们如果要停一个怎么停呢 这个待会再说一下 看一下 这个时候访问的话 它就已经给我们访问出这样一个结果了 访问7410的时候 它给我们访问 返回404这个请求 好 那么也就没问题了 好 我们可利用一下 那这个时候如果要停怎么办呢 接着刚刚我们的进程号 好像是2292 好 那这个时候早了 一下子把这个进程忘了 那怎么办呢 只能搜索了 就是ps-ef 然后呢有一个参数叫 gipload 注意了 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 从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跟load相关的程序呢 只有2922 好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干掉的话 就直接kill2922 好 那这个时候再来访问 看还能访问到不 继续连接 好 已经访问不到了 所以呢 我们要在这个Linux下 发布我们的load程序 很简单 直接load index 然后加一个地址服 OK 那这样就完了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在Linux下发布load程序的 这一个步骤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 前端发布 也就是ngix 那这边其实比较像了 ngix的发布 我们就打规矩 哎 说错了 ngix 那这个时候我们找到 这一个版本 然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要下的版本 是什么呢 是Linux版本的 所以呢 我们要怎么做呢 好 直接找到它来下载 比较小的一个 安装报 那这个时候下载好之后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又来通过我们的这个 在哪个位在下载 那这个时候又把它只能拖上来 拖上来之后 又使用我们的这个putty 来进行一个解压 首先呢 进入我们这样一个路径 再去 再回一步 然后看一下 pkg 然后呢 tr-xv zvxf 然后呢 n开头的 nx 好 解压 看一下 现在的话 我们就有 两个目录了 好 解压好之后 我们怎么做呢 进入它这个目录 然后make 好 这时候需要怎么做呢 需要先进行 拖费一个 就是 的 好 先执行一下配置 好 哦 这里有一个错 那么现在就要解决这个错误了 好 怎么来解决这个错误呢 这个时候就要使用使用到 yum-y 然后install openssl 那这个时候呢 需要root的权限 那没办法 只能 root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先切换到root去 然后呢 再来执行这个命令 好 这个呢 是在安装 利用yum来安装我们的软件包 Ninux下面这个环境配置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呢 这个 安装的话 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麻烦 好 这个就只有慢慢等它 我们接着来看我们这边的内容 在这个前 呃 除了Ninux发布之后 我们 还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布方式 也就是我们的Docker 这个Docker的话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这样一个 云的一个解决 解决方案 仓库的容器的解决方案 这个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希望大家多下去了解这一块的一个技术 相当实用 好 好 完毕了 完毕了 完毕了之后我们再切换到我们的这个用户来 好 切换好之后我们再来 执行我们的这个配置 执行我们的这个配置 这个呢就是再进行一些编译 这个呢就是再进行一些编译 然后再进行一些编译 然后来看一下 Ninux 然后来看一下 Ninux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目录来了 进入这个目录之后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它有四个文件 这四个文件呢就是我们真正的能够使用的这个Ninux这样一个目录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做什么事情呢 Ninux start 对 那个呢是我们在windows下面 windows下面用的这样一种这个指令 那如果要在这边写的话就要怎么去找呢 有一个sbin 然后下面有个ngis 看一下 这个小用户权限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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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切换到主用户区算了 那这个样子的话我们还是 sbin ngis 好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crul localhost 看一下 这个我们返回到welcome to ngis 所以说我们这个外网已经能够 就说明我们这个网络已经是正常的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改怎么改呢 这个时候我们要改的话就 要改page就直接 进入我们这个什么呢 conf 好 然后这里 同样的做法我们就直接 看一下 80localhost 这个地方root的话就指向我们的这样一个路径 好 这个地方是哪个地方呢 home com publish capacity 好 是这样一个目录 那我们保存 然后呢 这个要执行什么呢 reload 再来访问一下看一下 403 这个时候只能查看我们这个文件 有没有改对 reload home.jpublish app 确认这个我们的这个配置文件是正常的情况下的话 我们就只能总 403是表示我们这个权限不足 那这个很明显是遇到了一个权限问题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把这边的这个权限给处理一下 那这个时候为了方便的话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app放到我们的这个 ngex下面这个目录下去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直接 它使用远程复制 或者远程移动 我们先找到我们要跑的这个路径是哪 所以呢我们要先去看一下我们的 userusrnlokengix 好这里面就是我们具体的这样一个文件 好403的话 这个什么原因呢 是由于这个权限的原因造成的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这样来处理 首先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文件是在我们的这个 home 这个publishapp这个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进行一个复制 复制哪去呢 我们的一个usr然后localangics 创建一个3w这样一个目录 确定 好这个地方写错了 我们就得重新看一下 usrlocalangics3w 这样吧 我们还是直接手动过去先创建一个usr 然后 localangics 这里我们先来创建一个目录 全线被拒绝 那这样子我们用命令行来实现这个操作 很明显我们需要先到什么呢 先创建我们的这样一个目录 我们先创建一个项目录 然后我们再来复制文件到这儿来 好 整批我们的 home 我们的 home 先 publish app 我们执行 由于我们是要递归拷贝目录 所以这个参数的话应该用这个A 好 现在拷贝过来之后我们看一下 就已经能够看得到我们的这个 F 然后进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一些文件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再来 利用VI来改一下这个配置 usrlocal njx conf 好 这个地方注意了 这个地方的例子就变成usrlocal njx s3wf 当然保存wcode ok 这样子的话我们再来 sbngs 然后下面找到我们的这样一个 sbngs 这边有什么问题呢 保错了 看一下我们这个local访问的是八千这个端口 所以说这个还需要做什么处理呢 那规矩 那规矩 这边的话还需要新建一个silver的配置 这个地方我们就进在前面 因为我们这样好写一点 那么注意 等下落 我认识 这个地方 不过 同意 这边 有什么 不过 结束 sever.lin.localhost 然后呢,kc里面,也就是我们常用的那几个http class 好,注意了,这边还有几个配置,我们在那可以看一下 这个配置到我们在上几个的这个,ngex里面 游戏,我们就可以直接怎么办呢,直接站过来 好,这个粘贴的话是那边复制之后,这边直接使用什么呢 直接使用右键,那么它就是成了一个粘贴的一个效果 好,到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就完了 所以说呢,我们用wcode保存一次,重新去reload 注意了,这个地方就出错了,http pass 其实呢,是代理的pass 所以说这里有错误 好,加载成功之后,我们来访问一次 保存,记住我 没有效果 没有效果 没有效果之后,我们就先看一下这边的一个 8000,对不对 没有,对 然后7410 好,7410是对的 所以呢,我们这个ngex没有配好 好,我们先把这边的这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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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找到这个Saver界点的这个地方 粘贴一下我们的这边这一段代码 SaverLisa 这呢我们就先别用这个这个反向代理这个来实现这功能 我们先把这边的一个先给它改掉 在3wapp 好咖啡 我们这里的把它还是改成我们的这个7410 因为我们反向代理这边没有配置成功 我们先给它改成来改出来 之后呢我们再来先访问一次 OK那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删除编辑 好不然这边的效果要差一些 这个地方呢其实也可以进行一些优化 将这个 Course CourseBank修改成1和2 这种方式的话其实也是可行的 那么这个呢就下去自己来实现了 好 由于时间关系呢 那我们这一节课呢就演示到这里大概讲解了一下我们 如何在这个 Linux下发布系统 整个来看的话其实Linux下的这个操作是 比较麻烦的 而且有而且需要多多个工具的一个配合 那么这个呢就需要和大家自己下去熟悉一下 好那这节课的客户任务呢也就是在这个CenterOS7上部署程序 那么这个还有可能会遇到防火墙问题具体怎么关闭防火墙 我相信通过搜索应该是很容易实现的 那么这节课呢 由于时间关系就先到这里 下节课进行我们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总结